第36题 如附图将两导线做成弹簧状悬挂另一导线AB 至于一马蹄形磁铁之间 通以由东向西的电流I 则导线AB受力的情形如何 这又所谓的电磁交互作用 电流在磁场中受力 方向要用所谓的右手开掌定则来决定 电流是由右流到左由东向西 磁场方向是从里面跑到外面 所以出纸面的方向N到S 所以我们比出来是像这样的比法 我们发现我们的手心是向上 也就是我们的受力是向上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则导线AB受力的情形如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A向上